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CBA,聊一聊山东南南 那我们知道山东南南在昨天与山西队的比赛当中是输给了对手 这并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 毕竟山东南南近期的状态比较差 本赛季到目前为止由于换帅球队 可以说是打的是形成了一盘散沙 而山西队的话呢,虽然也是减员比较严重啊 但是由于有比较不错的球员进行的补充 而且尽早的使用了万元,使得球员的战绩一路飙升 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负也是体现了双方本赛季与上赛季 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 那么说回到山东南南自从高速集团接手之后 可以说是做出了一系列的争议举动 当然这所有的核心都是将龚小斌赶下台 其实我觉得在赛季初期的话 龚小斌和这个山东高速集团在上赛季结束的时候 应该是达成了一些比较默契的协议 可能双方是想去携手合作的 尽管此前双方没有能够合作成功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样一个细节 在上赛季打完最后一场季后赛 也就是第二场输给广东的比赛之后 山东南南可以说是出色的完成了上赛季的任务 打进了四强 不敌广东也是实力的体现 龚小斌赛后也是相对比较高兴 这个赛季感谢了全队 并且在新闻发布会即将结束的时候 对外界表示山东南南下赛季将会有大笔的资金投入 并且会有很好的球员引入 看起来是质得意满下赛季要去冲击一个更好的成绩 那我们知道西王集团上个赛季是欠了一年的薪水的 也就是说西王集团连薪水都发不起 他不可能给龚小斌提供引员资金 那也就是说龚小斌之所以认为 下赛季能够有充足的资金进入 其实在那个时候 高速集团就已经决定重新回到山东南南了 这才给了龚小斌以信心 而龚小斌应该当时也是跟高速集团 在赛季初期可能打成了某种协议 双方将会继续合作 龚小斌将会是球队的主教练 或许这也是龚小斌为什么在清宫宴上 喝的有些醉醺醺 还开车回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他确实心情是非常的好 准备在这个赛季大干一反 结果等到全运会结束之后 一切都变了味对吧 不仅龚小斌被从主教练的席位上赶下两台 连他的两大助手 侯兵杨文海以及一些外籍的助理教练 全部都通通的被裁掉 所有跟龚小斌一切的元素都离开了山东南南 可以说这个是让大家 包括让龚小斌自己都感到始料未及的 那么现在对吧 高速集团就准备卸磨杀绿 上赛季高石炎打的是非常的不错 那么这个赛季完全将他的控制权给削减 整个外线的控制权留给了丁燕宇 那么高石炎这个次打的也明显没有上个赛季那么出色 因为新上的龚小斌已经走了 所以说在利用完高石炎一个赛季打的非常不错 打进四枪之后 这个赛季他们重新想把这个球权给到丁燕宇航 然后孤立高石炎 下个赛季让高石炎就自己自动的可以去回到辽宁队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能够达到高速集团彻底清除出龚小斌 我们说这种嫡系部队的目的吧 那这个目前的这支山东南南如果说连高石炎都离开的话 可以说几乎就找不到一点龚小斌的影子了 那其实我们看到龚小斌对于山东南南 其实一方面有着自己的这种长远的规划 另一方面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回到山东南南的 他的一片苦心终究是错付了 并没有被高速集团的采纳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之所以去重用高石炎 其实他看到了山东南南历来的问题 就是缺少一个擅长组织的一号位 这个是从职业联赛初期开始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山东南南历史上最好的一号位 可能大家想的就是居威松 但是居威松相对而言防守 包括他的抢断能力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进攻组织并不是他的特征 而在居威松之后 山东南南的后备要么是攻击能力比较强 比如说像当年跟孙杰组成后场双枪的王刚 外线三分非常厉害 包括现在的陈佩东进攻手段是非常的丰富 要么是防守非常强悍 防守态度非常积极 比如说之前的虽然 包括被山东南南本赛季踢走的张辉 但是都没有一个擅闯组织的核心后卫 在高十年到来之前 山东南南当时的两大核心后卫 分别是新秀陈佩东以及老将张辉 那两个人单赛季 场军合计助攻次数仅仅有2.84 所以没有后卫成为了山东南南 一直没有办法突破战细的瓶颈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龚小斌自从接受山东南教练开始 就一直的寻找这种优秀的后卫 对吧 10年前他曾经想要扬名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那现在终于是租进来高十年 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结果自己又被赶下台 这是咱们说他的一片良苦用心 完全就是被高速集团采纳 同时的话我们看到 其实龚小斌下课对吧 有很多球队想要要他 想要牵他 但是他也一直没有动 就是希望能够高速集团回心转意 能够重新把他请回来 然后他能够继续指教山东南南 但是现在连高世炎 这个他龚小斌一手扶持起来的后卫 都要被高速集团泄没杀驴 可见高速集团是一条路走到黑 根本就不可能把龚小斌给赢回来 而眼下支持球队说实话 没有龚小斌的指挥 他们想要取得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 是根本不可能的 靠着一个商与回归的丁雁宇航 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所以说山东南南 如果再继续在高速集团的统治下 必然将会迎来一个 治黑治暗的时代